英国脱欧正式延期 我国之间今天凌晨 欧盟宣布 如果英国下议院下个星期表决通过脱欧方案 脱欧将延后到5月22号 万一这个方案失败了 那英国依然可以要求延期 但是必须举行欧洲议会选举 但这恐怕不是英国脱欧派想要看到的局面 英国首相特利沙梅星期五晚上风尘普普 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领袖峰会 向其他27国领袖推销自己的脱欧延期方案 经历整整7个小时的磋伤后 欧盟领袖核准了爱尔兰后备方案的附加条款 同时愿意暂缓脱欧时间表 还给了英国两个选择 华二十多年 第二个选择 如果是否设计不通过 的House的Commons上 下周期 的EU 会计算到 到20 1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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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照第二个方案 万一下议院无法通过协议 英国依然可以在4月12号的关键日期前 向欧盟要求展延脱欧 但条件是必须举行欧洲议会选举 这里每个日期都是关键 第一次延期定在5月22号 因为这是欧洲议会选举前夕 而根据英国选举法 选举必须在六个星期前对外宣布 这意味着如果真的举行欧洲议会选举 英国最迟必须在4月12号宣布 所以欧盟才把第二方案的生死大限定在这天 特里沙梅会后重申 对于准备脱欧的英国来说 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是不恰当的 所以他将拼尽全力 让英国不用走到这一步 所谓的选举的选举 I know MPs on all sides of the debate have passionate views and I respect those different positions Last night I expressed my frustration and I know that MPs are frustrated too They have difficult jobs to do I hope we can all agree We are now at the moment of decision And I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leave with a deal and move our country forward 尽管欧盟已经让步 但英国依然面对应脱欧的风险 不过欧洲议会选举 一直被视为脱欧派死穴 种种因素下 英国议员会选择 他们口中的坏协议 还是无协议脱欧 下个星期将是另一回合的过招